就是這個 不知頭不知路的人 會覺得它是一個大型垃圾斬 不像公廁 但感覺上有點復古味道 有點中世紀的復古味道 很有趣,它不是完全圓形、圓筒形 它是有點螺旋形 就像你幻想以前的菲林 一卷菲林拉開了一點 而且這裡的設計有半米糕 要確保你看到日本人正在使用 上面這裡是空洞 外面人看見你,你也看見外面 但重要的部位是完全遮蓋的 這個設計我聞說 其實以防有些人在這個公廁 可能發生性行為 又或是做一些不恰當的行為 令外面的途人或警察 經過也會看到裡面 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在Amsterdam的街頭 我們又找到另一種露天公廁 這個融入了環保概念的綠色尿兜 叫做Green Pea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那個尿兜真是綠色 之餘其實沒有連接任何污水系統 換言之,你每柄的一堆尿 都可以直接灌溉前面的小樹苗 將來它慢慢就會絕狀成長 成為一棵大樹 我上網也看過創辦的理念 他就說,因為反正Amsterdam的街頭 太多人隨地貶力了 不如人棄我取,人類不要的東西 將它轉化成為植物的養分 這樣起碼也可以綠化這個都市 我也決定為環保出一分力 下次來到Amsterdam 忍著這個風景 一分鐘你會找到這棵 將來很大棵有陳安立DNA的大樹 糟了,先別洗手 人去公事,我去公事 今晚10時半,ViuTV